今天带着你女战士的风采 打开 关键四半 还有两位 加速度 天天开心 请两位一男一女 要选谁呢 我想先选天天开心 对 因为我感觉心思跟我有缘 好的 来揭晓一下 看看天天开心究竟是谁 你好 胡逵 大家好 我叫胡逵 我这关键词有两层含义 首先我是一个心脏外科医生 心脏外科医生 我们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给心脏做手术 天天开心事 打开胸腔 做手术 天哪 第二层意思就是 看到我们的病人 经过我们的诊治以后 顺利地恢复了健康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 是非常开心的 所以我每天的工作 和每天的心情 都是开心的 就叫天天开心 今天来到这个 一站到底的舞台 我还想借助这个 知识含金量最高的舞台 示范一下心肺复苏 这个很有用 在我们国家 发生了这个心脏做题以后 只有11%的人 接受了这个心肺复苏 而在国际上做的最好的地方 他们可以达到90% 其实如果将这个知识 普及得好一点 广一点的话 大家就能够真正起到作用 你教教我们吧 我们在做这个心肺复苏之前 首先你要判定 它是否发生了心脏肉停 有三个方面的指标 第一个意识消失 第二个叫呼吸停止 第三个是大动脉波动消失 如果这三点都满足了 接下来 我们就要紧急地给施救 我们心肺复苏的第一步 就是要做胸外心脏按压 按压的位置 是双侧乳头粘线 和前正中线的焦点 正中你的左手 用你的掌侧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右手 食指紧扣左手 用你上半身的力气 去按压 速度好快啊 每分钟100到120次 心肺复苏的第二步 就是要开放气道 就一手压它的额头 另一手抬它的颗 你要同时看 它的嘴里有没有异物 如果有异物 赶紧给它抠出来 紧接着人工呼吸 捏住它的鼻子 然后口对口 罩住它的嘴 吹气的时间一秒钟 我们的要求是按压30次 然后做两次的人工呼吸 直到它意识恢复来 或者说急救的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操作 就停止了 今天真的学到了 谢谢 感谢你 这是救人命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有责任把它学会 是 而且我们胡老师 人特别好 他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之后 他放弃了留在上海工作的机会 也面对美国名校主动 提供的博士后的交易 他也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因为他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回到贵州 为自己家乡人民做出贡献 杏林春暖 德才兼备 既平凡也伟大 真的是 在我患有先心病的那一年 其实治疗先心病非常地麻烦 它是需要一个开胸手术 打开我的整个胸腔 取出内脏 拿一个人工的心脏 代替我心脏跳动 然后把我的心脏拿出来修补 我妈妈听到这一切 当时就吓哭了 但是我知道 现在通过医者的努力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微创手术 就可以解决 我正觉得医生好伟大 感谢你们造福人类 但是站在这里不是舞台 他是战场 我是一个非常省事的患者 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省事的对手 心脏外科医生是刀剑上的舞者 那么作为一名优秀的刀剑上的舞者 我一定是要处乱不惊 面对什么样的环境 都要有这样的心态 和这样的能力去组织它 两位正式的较量要开始了 祝您好运 请准备 大家开始 我们俗称的虎牙 是指哪种类型的牙齿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 它属于尖牙 如果一对夫妻都是单眼皮 他们生出双眼皮 小孩的概率是多少 单双眼皮 它属于一个险性遗传 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单眼皮 那么他们没有显性基因 他们生出双眼皮的孩子的概率 是0 台风登陆点 是指当台风中心点的移动轨迹 与哪种地理分界线相交 我的答案是海岸线 我国台风预警的最低级别 信号使用哪种颜色作为标识 我们台风预警系统 有蓝色 黄色 橙色和红色 最低的是蓝色 中国民间意志游戏《华融道》中 玩家要想办法把谁移动至出口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历史 关羽放曹操 所以我的答案是曹操 在玩指台游戏UNO时 玩家需要在什么情况下喊出UNO UNO在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当中 是1的意思 所以是剩下一张牌的时候喊出 红绿灯当中会选择红色 作为停止灯的原因是什么 红色是所有颜色里面波长最长 我们天气可见度不好的时候 红色它的可见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的答案是多长较长 目前大部分欧美国家的股票市场 会如何表示涨跌 在我们国家我们是用红涨绿跌 但是欧美给我们恰好相反 他们是绿涨红跌 被称为中国女排MVD收割机的是哪位运动员 她是我们中国女排的国家队队长朱婷 有毒的蛇头部大多是什么形状 毒蛇的头部应该是三角形 猫的哪种行为曾被慈禧太后称为猫面佛 太难了我怕这道理 慈禧太后她非常的喜欢猫 她专门派了一个宫女去照顾她的猫 然后猫发出咕噜咕噜声音的时候 被称为猫面佛 塑料容器上平常标有一些数字 其中数字三代表哪种材质 我们这个塑料瓶上矿泉水底部 它有一到七 五到七是说明我们这个材料非常环保 可以充分利用 那么五以下是不能充分利用的 我只知道一是PET 那么三就是TBC 哦 明白了 童话故事灰姑娘中 南瓜马车的车夫是由哪种动物变成的 非常喜欢灰姑娘的这个童话 所以我的答案是老鼠 一战到底马上回来 一战到底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特约播出 一只水饺一只虾 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 本节目由贤哥小小翠特约播出 贤哥小小翠又小又翠 一战到底由中国健康酒典范 夜岛海盲酒赞助播出 各位在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一战到底的官方微博 和利好上面的个人微博 跟我们进行实时有趣的节目互动 届时更有机会获得 由思念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也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力居网 下载离职新闻客户段 了解节目的最新动态 下面让我们答题继续 童话故事灰姑娘中 南瓜马车的车夫 是由哪种动物变成的 非常喜欢灰姑娘的这个童话 所以我的答案是老鼠 是鹅 鹅 或者这件事情 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毒药 但是对于我来说 它是灵丹妙药 所以感谢你今天给我这样的一个挫折 我相信我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去挑战 去精力 去征服 去站到顶端 因为身体的原因 我们不能够让你下落 请你转身漂亮地走入你的通道 再见各位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吴医生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轮你所获得的奖品 太刚和金山地自行车 恭喜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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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